這次要跑到八分台 對八分台 然後跟五千公尺要跑到十四分台 明天有五千 這次沒有抱一千五 這次抱五千公尺 下幾天然後加上我之前跑步都是 一開始就是因為會太快 導致說後面體能不足爆掉 這次教練有叫我前面先壓住 不要太急 因為我很常太急就是因為太急了 然後把前面的速度跑快了 導致後面自己把前面轉的秒數都抱回來了 有距離一開始會拉比較長一點 因為是看長期啊 就是目標是這樣跑五千 然後接下來要準備四大運半馬 就是打標拼打標 台北馬有報名半馬 到明年3月等場內賽的時候又再回歸 拼障礙 不要放棄 就是身邊還有很多支持你的人 不要辜負他們 因為他們都對你抱有期望 而且他們也是你最強的後盾 不管是師長啊朋友家人 都是最強的後盾 希望自己可以堅持下去 謝謝 谢谢观看